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整个企业的经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两位来宾现场赶快为大家做介绍 我们赶快进行今天的深度访谈 我们首先第一位来介绍的是 台湾选拟公司台内的董事长 顾承宇先生 顾董事长好 大家好 第二位来介绍是风新钢铁董事长林明如 林董 您好 大家好 好 那我们讲到说 能源政策对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相信两位董事长在线上经营这么多年的企业 一定非常之清楚 但我们首先关于最近大家在讨论的能源政策的问题 无非就是关于核四 那讲到核四呢 到底这个第四核能发电厂该不该存在 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公投运动 特别是在政治人物也加入之后 有前副总统吕秀莲提出的核四公投 到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的113的游行之后 也告诉大家 对 民进党也要力挺核四公投 由政治人物介入之后 我们要看到核四这个议题接下来的发展 它的存费皆有公投来决定是对的吗 重点是对于企业界来讲 核四议题成为这个发酵的讨论之后 会不会担忧未来供电会受到影响 吴董长 我想当然我们会担心到供电的问题 不过能源的问题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复杂 事实上关心关切到的不只是只有企业界 刚刚您所讲的这个核四是不是要存在 或者是核一核二核三是不是需要研议 事实上对企业界来讲 当然它都是一个成本的考虑的考量 但是一个能源政策基本上它是一个经济政策的延伸 那影响绝对不是只是企业主 那当这个能源政策 比如说在台湾如果没有足够的能源 或者是没有这个便宜的能源 那不能够是存市的企业 它基本上是会外移的 所以对这些企业主来讲 它只有外移或者不外移或者转业的那个问题 但是留下来的问题 是不能够外移的那些人民 社会经济还有环境的冲击 那个才是更重要 所以企业主就像在台湾台币高涨 或者是人力短缺的时候 我们可以到东南亚 我们可以去大陆 我们甚至可以去中南美洲 但是绝大部分的台湾民众是没有办法这样做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站在企业主的立场 并不是针对企业需要这个便宜的能源 也不是说企业需要核一核二核三跟核四 我们希望的是说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事实上是影响非常非常广泛 我们愿意以我们的关心跟立场 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到底往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做 对台湾来说是不是最好 那大家如果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看法跟疑虑 通通放在这个平台上讨论 甚至辩论 让民众有一个机会 更进一步的了解 里面的复杂性 跟我们的选项的话 做出来的政策应该就是最好的吧 董事长 那我下回是个邀请你来上我们的辩论 好 像核四这议题 我们台湾顾问团每个星期五推出来 我们刚刚讲到今天是第九集了 我们有辩论 也有这样深度的访谈 我们当然藉由各行各业在这个议题 在这个领域当中 针对核四到底该存该废 核能问题未来怎么样迈向所谓非核家园 在这里提出各种不同的一个专业的见解 希望在藉由这样的公共平台 达到一个大家能够互相沟通的机会 刚刚有讲到 其实这是很现实的面对问题 一旦供电不足 企业可能会选择出走 我们用比较白的话来讲就是出走 所以林董事长 讲到企业如果因为这样子要出走 企业要生存 这是无可厚非 但是讲到出走 或许觉得有点伤感情 会伤到台湾人民的感情 但我们想说对企业来讲 如果最后得要选择出走 这恐怕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这会变成是国家一个政策 逼得企业不得不这么做 我想我们社会上 大家把能源政策 然后跟核能发电 就是好像是扣在一起 在看这个问题 其实我是觉得能源政策里面 应该要有四方面要去审慎去思考 第一个就是核能的安全 我们台电的核能是不是核安 是不是让大家全民大家都很放心 其实我想全世界核能电厂有400多家 当然过去也曾经发生过核子灾变 事实上我想以现在的科技 我们应该可以来怎么样来监督 让大家在没有安全顾虑之下来启用核能 这个是一个核能安全方面要考虑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经济发展 我们也要考虑 那第三点就是老百姓对电价的承受能力 那比方说前一阵子电价要调整百分之十几 那整个几乎是全民 骂的是执政党是真的是国血喷头 只是百分之十 那师部长前一阵子也讲 如果说核一核二核三不原意 核四不商转的话 电价至少要调整百分之四十 那很多人听到百分之四十就哇哇叫 其实我个人认为 师部长只是讲了一个小小的冰山的一角 他并没有把整个核一核二核三 官场之后核四不商转的问题 清楚的说明出来 他只不过揭露了冰山一角 我相信师部长相当的了解这个问题 只是在这个现实的环境 他没有其实真的他没有那个能力 也没有那个时间 也没有人要去听 其实我想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其实这个我想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那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温室气体减量 我们有没有办法达到国际的 这个温室气体减量的承诺 那这个再再都是很多的问题 那不能把核电核能当作一个制业 一个一个制业再再再谈 你必须要兼顾很多的现实面来考虑 那其实为了参加这个节目 我也跟我们顾董事长我们也谈过 其实我们都同意 产业界我们也都同意 逐步走向非和家园 逐步走向非和家园 只是说这个是一个未来事 而不是一个现在事 是要逐步 但是我们要启用核能 我们必须要在很有强的监督之下 让我们老百姓每一个人放心 其实我想大家的目标 我想爱台湾 希望有美好的家园 很安全的环境 我想这个大家都有同理心 我是觉得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职业 然后就是说正反两面的这种二分法 这个我们都同意 这个是未来的一个选 而且核安是一个低碳能源 很重要的一个选项 那林董事长您对核安 台湾的核安 台电的监督能力 专业能力你可以相信吗 因为这个我不是专家 你要问我说对核安 但是我可以告诉听众就是说 日本福岛核灾之后 全世界到现在为止 有改变能源政策的国家 只有到目前 这个是根据工研院的一个研究报告 目前有改变的只有德国 瑞士跟比利时 瑞士比利时其实都是很小的国家 有没有核能发电 它从旁边的国家 因为欧洲是整个电网是连接在一起 它就可以进来 那德国其实是导致比较特殊的历史 那德国这样在一个 全世界大概只有这几个国家改变 甚至日本福岛核灾之后 它的关系的一个大导电厂 也有正式的启用 我不相信日本的政治人物 真的是不了解 不知道核能的一个余力 或者很多老百姓在反对 为什么人家可以亦然而然 而且很负责的 面对着这种排山倒海的 这种反对的声音 然后他还是要坚持去做 我相信就是他们会考虑到很多 他要在能源安全之下 很负责的在能源安全之下 经济的发展 老百姓的承受 温室气体怎样 多方面考量之后 他才毅然而然决定说 这个电厂核能电厂 还是要启用 好 我们知道台湾 我们现在本来是反核 但现在走到所谓废核这条路 而且声浪大概就是在 福岛核灾之后 越来越引起共鸣 那么所以说同样刚会问到 其实大家最担忧就是核能安全 这个安全问题 到底谁能够给大家一个承诺 说到台电 我不知道孤董 您同样也有信心吗 应该怎么样让你会放心 我觉得台电就像任何一个公司 它一定绝对在营运上面 或者管理上面 有被监督 还有被要求改善的地方 所以我个人是一直觉得 如果台电能够落实所谓的 这个responsible nuclear energy 就是叫做负责的核能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话 应该可以把现在的核安的问题 提到另外一个层次 什么叫做responsible nuclear energy 这个里面包括几个 第一个是要采用全世界最高的安全标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需要有非政治干预的 公平的一个监督单位 针对于它的核安 给予最高的监督 第三是它要非常诚实的 把所有核能的数据对外公开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想才能够让百姓 都觉得更安全 我个人也曾经提过 就是对于行政院下面的核子能委员会 这个台电的监理单位 它的位阶 像这样子这么严重的问题 它是不是需要再加以提高 或者它变成一个独立单位 这样子的话 人民才能够放心 我觉得一定要有非常有力的 人民跟公众的监督 才能够确保这个核安能够有保障 对 这位董事长提出来 当然就关于原能会 它现在的一个位阶 在这一波的政府组织改造当中 恐怕还真的不能够独立自主成文 连会都快不见了 那这样接下来我们要看看 这个新内阁怎么样去做 这方面一个处理 能够让人民有信心 这是现在恐怕是 不管对台电来讲 对经济部来讲 对政府来讲 核能安全怎么样能够说服大家 这最重要的一个关卡 但在这个关卡到现在 就没有办法达到 恐怕是全民都能够一致的 不用忧心这样的一个地步 于是我们现在看到 越来越多的名人 加入所谓的反核废核的行列 最近大家的讨论 或许就是 富邦文教基金会的 执行董事陈矮林 也是富邦集团 也是一个企业界的太太 我们说到连董娘都站出来说 她要来反核了 所以两位身为也是企业主 我们知道每个人 反正都有表达 不同意见的一个权利 所以谷董事长 这样子的切主 我们不叫做选边站 而是说选择怎么样解读 这样的一个事情 它的价值在哪里 我应该是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 但是在这个名人效益的影响之下 你觉得核电 核四的问题 接下来在台湾社会 能够有公平一个讨论的机会吗 我觉得有必要 要有公平的讨论的机会 不然的话 大家就是在一种情绪下面 你不管是反核 或者是永和 然后大家没有真正的去讨论它的可行性 所以等到时间来不及的时候 全民要接受那种措手不及 一个粗糙的能源政策 或者是有和或者非和的后果 我觉得那个是现在看到最严重的问题 如果今天能够完全的废壳 然后也能够电价不大幅的调涨 我们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也能够下降 那我们对于国外的能源的依赖性 也能够降低 在安全 其他跟环境上面都能够得到保障 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核能 但是所以核能也不过是在一个 所有的能源组合里面一个选项 但是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现在台湾有三部核能机组 还有一部应该可以商转的机组 准备商转的一个核电厂 一个核电厂不止一个机组 那我们现在如果放弃这三个 它马上影响到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再下来就是说 要来取代这些核能的选项到底是哪些 那些选项事实上它也是一样有环境的冲击 那这些环境还有建厂的时间 环平的时间 那这样子的如果我们没有经过一个深思熟虑 就来就讲说我在哪一年就一定要做什么事 到最后可能又是大家在一个仓促 跟因为大家都无所做都没有作为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 比较贴近现实的一个情况之下 又做了一个仓促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希望要赶快来谈的 因为核能这个核一的第一个机组 如果是照正常处义是2018年 没错 2018年离现在也不过才六年的时间 差不多了 但是现在就算按照现在所谓的新能源政策 大家觉得最可行可能取代核能发电 然后在二氧化电排放上面又比较低的一个选项 当然就是天然气的这个火力发电厂 天然气的火力发电厂 在过去的经验里面 大概也需要十年才能够从开始做环平 一直到这个建好上网发电 没错 这个十年现在只剩这个六年 中间这四年怎么办 这核能是核去核从 像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才是我们想探讨的 我们并不是想说我今天因为反核 所以我觉得任何的核都应该不存在 我们也不是因为永核觉得核没有风险 不是 但是大家应该把这些问题通通拿出来 公开的把真正科学的那一面跟专家的那一面跟情绪的那一面 大家一起来讨论 再来做决定 有感性 不管叫做林董事长刚讲置业也好 或是觉得说为孩子为我们的下一代来做思考也好 但是这个问题毕竟是一个非常知识体大之事 它关悟到我们说每个人的我们生活在台湾的一个生命安全 但包括我们想安家立业还有一个经济要一定的程度的发展 大家才能够有基础 不要说一定要多好日子 但基本日子能够过下去 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当中如何能够帮将这个感性的部分存在 但理性也要拉到同样的一个平台 一个比例当中的一块来讨论 这恐怕才真的是一个重点 现在到底是不是一个核四来谈论它存备最好的一个时机 而要来谈它 到底又是不是此时此刻就应该这么来去做 刚刚讲到最重要的你要有替代能源 刚刚董事长点到天然气 它可能相对比较排碳的问题没那么严重 但重点是还有成本的问题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在整个现在台电的供电的一个配比上面 这个状况现状是如何 当然最大宗的部分没有错 就是在这个燃气的一个部分 占百分之23.1 那么燃煤部分最高百分之30.2 那么燃气是第二高百分之23.1 那么的构电跟民营电厂构电也占了百分之21.9 重点是核能的部分 我们画面上看大概是百分之18.4 其实一直以来核能发电厂这些年来 占供电的比例大概就18到20之间 所以请教林董事长 林董事长其实您在2008年就公开说 你去支持核能发电的 您也常常强调说 最大的问题就在这核能发电的配比上面 在电价的问题同步在这 应该都从发电配比可以做一番的一个讨论 那您觉得如果发电配比做一些的调整的话 核能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这个我首先要讲的就是说 电价的高低决定在核能配比 我想台电我根据台电的资料 它的就是这个在公开说明书上一个资料 这个101年度的一个结算 台电的塑电的成本是3.04块 那平均每度的一个塑电的单价是2.72元 它的每一度的成本是3.04 它的平均售价是2.72 事实上也就是说它每销售一度要亏损3毛2分 那根据台电的98年度的会计的成本 它的核能发电是每度0.63 那当然我们晓得台电的核能电厂 核一核二核三几乎都快有30年的历史 所以它的折旧几乎大概已经 摊提完毕了 摊提的差不多 所以它的每一度的电的是0.63 燃煤是1.49 燃气是3块钱 所以就是说它燃煤还有利润 然后燃气是3块钱 如果说你要谈到那种太阳冷 每一度电都大概7 8块钱 所以其实我一直刚刚也强调就是说 我其实我一直刚刚也强调就是说 逐步走向灰核家园 核电已在目前为什么国外只有 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国外为什么只有德国 比利时 瑞典放弃 其他那么多的国家 全世界还有400多个核能电厂 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我们应该最重要是要怎么样 在确保核安的这个条件之下 让它去运转 然后如果说今天大家 不只是说我灰核 这变成一个置业 而不去考虑说 其他的你都不考虑 我想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接受说台湾我要灰核 然后我不履行国际的温室气体 怎样的承诺